您好,欢迎收看科技院。 老薛是吉林省农安县的一个肉兔养殖户。 养肉兔已经有4到5年的时间了,兔子的销售情况一直挺好,养兔的经验自个儿也积累了不少。 乡里乡亲的养兔子有了问题,都会找他向他请教。 可是自从今年县里新开了一家大型养兔厂,老薛的烦恼就来了。 接着听人家说,那家厂的设施怎么怎么好,肉兔质量又怎么怎么高。 后来又听说,这家厂的肉兔卖得怎么怎么红火。 这听着听着,老薛是越来越不服气了,决定亲自去看一看。 这一天,老薛来到了那家规模化养殖场。 养殖场的技术员小刘接待了他,跟着小刘在兔社里转一转。 老薛觉得,这儿的养殖规模,兔社里的各种设施,看上去的确比自己的兔厂先进。 不过,凭着多年的养兔经验,老薛还是很快就看出了一个毛病。 一般养肉兔的笼子都有一定的规格。 比如老薛家用的,是宽40厘米,长60厘米,高40厘米。 这种笼子呢,放的时候可以从下到上放三层。 这样继承地方,管理起来也方便。 可人家小刘这儿的兔笼子,不但面积比老薛家的大了将近一倍,而且都是单层的摆法。 所以老薛觉得,这有点浪费。 可是小刘的说法却不同。 不能说不浪费啊,是这样的吧。 应该说比你那一个,应该是大不少,是不是? 是。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呢,是按照一个动物福利的标准来做的。 本来想挑毛病的老薛,反倒被动物福利的问题给问住了。 到底什么是动物福利呢? 动物福利是近几年迅速运用到生产中的一种养殖理念。 简单的说,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养殖管理措施, 让动物在被饲养的过程中享有它们应该享有的生存权利。 再通俗点说,就是尽可能地让动物们吃好喝好心情好。 其实啊,保证了动物们的福利,也可以给养殖户带来更大的效益。 小刘给老薛介绍说, 它们的养殖场因为是按照动物福利的标准来做的, 所以它们常养的兔子生长速度快, 而且个头大,肉质好,销售量是根本不用发愁。 动物福利的概念弄清楚了, 可老薛还是不太明白, 这兔笼子个儿大,又和动物福利有什么关系呢? 小刘继续解释说, 这主要是为了让兔子有较多的活动量。 兔子是比较活跃的一种动物, 可大多数养殖户用的笼子, 基本上是渴着兔子的生量制作的。 每个笼子刚刚够放下一只兔子, 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。 可以想象, 爱跑爱动的小兔子, 被关在这样的小笼子当中, 心情肯定很压抑。 兔子心情差, 食欲就会不好, 生长速度就会受影响。 养肉兔当然是为了产肉。 兔子长得慢, 最终受损失的还是养兔人自己。 为了部分的满足兔子爱动的天性。 所以小游他们场里的兔笼子, 设计的比常见的兔笼子大了不少。 意思是说我们这一个呢, 是按照一个动物福利的标准来做的。 然后包括它这个长度达到80公分, 那么这个矿度达到50多, 也在50位上。 那么这个高度呢, 是一大60。 也就是说, 它这一个呢, 是一个符合一个兔子, 它整个生理其性的这么一个高度。 80乘60厘米, 和常规兔笼的40乘60厘米比, 面积足足大出了一倍。 这下子, 兔子们就有了可以活动活动的地方。 更值得一说的是, 这种兔笼的高度达到了60厘米。 把兔笼设计成这么高, 是为了满足兔子的一个习惯性动作, 站立。 兔子这么一站, 高度差不多就得50多厘米。 给兔子准备笼子, 当然就得充分考虑到, 人家站起来伸懒腰的自由了。 在这么宽大的笼子里, 兔子呀, 不管是坐着站着, 伸伸懒腰, 都随便, 它们的心情自然就会好了。 听小刘这么一讲啊, 这老靴也开始觉得, 这兔笼子的学分还真不少。 这可是养兔的大计之一。 一般的养兔场, 要开那么多窗户, 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通风。 因为兔子的排泄物味道很大, 特别是其中氨气的味道, 非常的刺敌。 如果不多开窗户通风, 兔舍里的空气就会变得浑浊。 这时间一长, 兔子很容易患上呼吸道疾病。 为了保证兔舍的空气质量, 很多养殖户都会在兔舍墙上, 尽量的养殖户。